相信在很多家庭,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,都没有阅读的习惯,周末吃喝玩乐到处了,就是没有沉下心思看书,如何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。 下面这几点你做到了吗? 姨爸妈做榜样,放下手机,拿起书本,先看看下面几个情况,你都用招了吗? 每天在家大多时候,手里拿着手机刷朋友圈,看电视,玩游戏,陪孩子出去玩,在车上或走路的时候,也会时不时拿着手机脸来点去,经常在工作,家务或很累的时候,把手机或平板给孩子当玩具玩。 孩子是你的一面镜子,他一直在经过模仿,复合你的行为和习惯,你怎样去做事,他就会怎样? 所以,如果孩子不爱看书,家长首先要检讨自己,自己从来不读书,孩子怎么可能会喜欢呢? 试想,家长每天晚上吃完饭看着电视,玩着手机,从来不看书,却要求孩子看书,这可能吗? 建议爸妈们除了别总在孩子面前使用,玩电子产品之外,还应该拿起书本去阅读,给孩子一个良好的榜样。 另外,这样的亲子时光,是不是更加温馨,会成为孩子一生的美好回忆? 二叔要从老到后,孩子开始阅读时,爸妈们可以准备一些比较薄的书本给孩子看,让孩子先进入阅读的状态,享受阅读的喜悦。 同时调一些有些漂亮插图或者贴纸,以及能够动手的绘本,到了一定的程度后,再给孩子看一些比较后,知识念广的书本。 最后再看一些会本类的名著,通过这样一个游包到后,知识有险到深的过程,会让孩子体会到书本的诱惑。 从而爱上阅读,三间是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,阅读的种子是在家庭里播下的,朗读手册用了一首诗。 但是你永远不会比我富有,我有读书给我听的妈妈,阅读能力,阅读兴趣,阅读习惯的培养,是从家庭开始的。 童年的秘密我们远远没有发现,童书的价值我们远远没有认识。 童书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,都悄悄逼藏在一个个人物,动物的命运里。 借此构建起孩子的价值观,最初的阅读是亲子共读,是父母读给孩子听,因为孩子不认字,阅读更多的是从图画入手。 儿童最初是通过图画认识这个世界的,童书不仅有价值喧逃的作用,还有治愈的作用,孩子要解决什么问题,都有相应的图书,看了之后比说一万句教训的话都有用。 最重要的是,儿童实际一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,今后会主动找出读书,阅读是有胃口的。 一开始让孩子吃肯德基、麦当劳,慢慢的,其他东西就不爱吃了,他只对肯德基、麦当劳感兴趣,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好东西,读书也是这样。 读了一些糟糕的书,对其他的好书就没有见赏力了。 四,经常送一本书作为孩子的礼物。 现在的孩子不缺赏玩具和糖果。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或孩子的生日时,提前准备一些有盈意义的书籍作为分送给孩子们的礼物。 亲戚朋友或者孩子的同学庆祝生略的聚会,也可以选择好的书籍作为礼物。 总之,父母可以用各种方式,推动和传播好书,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。 这一理念,使之慢慢成为家庭的传统和习惯,培养孩子对好书的珍爱和读书的乐趣。 其收益远远大于任何礼品。 误缠着孩子把书中的故事和知识讲给父母听。 当孩子养成了自觉看书学习的习惯以后,为了强化孩子的读书兴趣, 家长要有意地缠着孩子进他讲故事或书中的知识。 或者以相互给对方讲故事为条件,也由孩子讲故事。 每次讲完后,家长可以大家赞扬,或缠着孩子问这问那,询问故事的细节。 这会使孩子以后看书更加细心,也能使孩子产生成就感。 这种做法会激发孩子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阅读中去,使孩子读书的兴趣更加稳定。 孩子的成长总会遇到各种困惑,而一本好书,可以让孩子在困惑的时候,找到一扇门,作为父母的我们。 不要硬把阅读发展为一种单纯的教育工具,否则也就支支了那种轻松自愿阅读的乐趣。 著名作家宾先曾说过,读书好,多读书,读好书。 如果孩子真能喜欢阅读,爱上阅读的话,那他自然会从中受益。 留阅读不能急功建立,要静等花开,阅读是一辈子的修行。 可能在短期内看到明显或直接的效果,很多时候它都是一项野性技能。 所以,家长千万要抛弃通过短时间阅读,迅速达到某种效果的想法。 千万不要觉得孩子近期多读几本书,就能马上写好作文了。 事实上,孩子大量阅读的效果,可能会再出,高中才能明显体现出来。 日积月累的阅读,培养了孩子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,这项基本能力的提高,将大大促进孩子的学习和写作。 孩子读书越多,知识和知识之间,能够产生的连接就越多,也许某一天能出现爆炸式的战榜。 所以,让孩子坚持阅读,总有一天会开出最美的那朵花。 小学科年级好书推荐,第一学段,一至二年级。 一,小猪细利呼噜小布头童书,分有君主,二,大个子老鼠小个子猫周锐主,三,小老虎猎险记汤素兰主,四,亲爱的被笨猪羊红映主,五,吃黑夜的大象白饼主,六,小巴掌童话百篇张秋生主,七,三毛流浪记张乐平主,八,小脚丫图画书系列张美妮编,九, 八点猴和狐狸屁库张燕平主,10,弟子归李玉秀主,11,三字金王英灵主,12,安图生童话丹麦安图生主,13,格林童话德雅克布格林,威廉格林主,14,伊索预言古希腊伊索主,15,爱丽丝漫牛奇境英流伊斯卡罗尔主,低年级古事背诵十二首,一,江南江南可采连汉院府, 二,永鹅鹅鹅鹅鹅鹅鹅兵王,三,春小春眠不绝小梦浩然,四,春夜几语好语之时节度府,五,赤乐歌赤乐川北朝眠歌,六,明农竹和日当午,李申,七,明农春众义立宿李申,八,静夜思床前明月光,礼拜,九,灯冠雪楼白日一山剑,王志华,姚陵,父的古元草宋别,李李元圣草, 白居易,姚姚,群姻者不遇,松下万童子,甲岛,姚二,游子银死母守中线,孟娇,第二学段,三至四年级,一,皮皮鲁传路西西传正渊杰柱,二,乌丢丢的齐乐金波柱,三,怪老头孙幼君柱,四,大林和小莲,张天记柱, 五,高士齐科普童话高士齐柱,六,管家齐幽默童话系列管家齐柱,七,中国古今玉言木杰柱,八,金波儿童诗选金波柱,九,草房子曹文轩柱,一,零,十万个为什么,广西教育出版社,一,零,淘气包马小票系列杨红映柱, 一,二,长腿叔叔,梅姐为伯斯特注,一,三,我要做好孩子黄贝加注,一,四,西游记吴成恩注,一,五,科幻故事大世界天外来客金涛注,一,六,中国民间故事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一,七,中外名人故事,光明日报出版社,一,八,中华上下五千年,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,一,九,吹牛大王力写记, 一,德埃拉斯伯,格比尔格柱,二,零,一千零一夜全集,全六色天津,人年美术出版社,中年级古事,背诵篇幕,二十八首,一,永留碧玉装成一束高鹤之章,二,所见莫同其黄牛圆梅,三,陆寨空山不见人,王埃,四,风,解落三秋叶,李桥,五,古朗月行小时不时月礼白,六,将上雨者将上往来, 人犯众烟,七,一江南,江南好,白居易,八,小儿垂掉棚头质子学垂轮,忽令能,九,池上小娃称小挺白居易,一,零,九月九日一山东兄弟,独在异乡为一刻王为,一,一,望露山瀑布,日照香炉生此烟,礼拜,一,二,江南春千灵铁绿蝇蝇红肚目, 一,三,增若轮李白成州将预行李白,一,四,慧重春江小景,竹外桃花三两只,苏氏,一,五,小池全眼无声息细流,一,万里,一,六,山兴月照寒山时竟邪肚目,一,七,绝聚两个黄黎明翠里有,杜甫,一,八,早发白地成,交辞白地采人间,礼拜, 一,九,有缘不值,英灵几尺一汤海,夜少汪,二,零,绝聚持日江山绿杜甫,二,一,再下去月黑雁飞高,卢伦,二,二,将雪千山鸟飞至柳松原,二,三,人月报竹生中一岁数王安时,二,四,望千门山千门中断楚江开礼白,二,望洞亭湖光秋月两香和刘雨昕,二,六,四时田园杂金昼处云田夜季麻烦, 但成大,二,七,四时田园杂金,梅子金黄性紫白,但成大,二吧,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,正谢,第三学段,五至六年级,一,稻草人,夜生桃柱,二,继小读者冰心柱,三,三国演义罗冠中柱,四,水浒传师莱安柱,五,论女孔子柱,六,希腊神话德什瓦布柱,七,小王子把圣埃克苏佩里柱, 八,王子与平儿,美马克吐温柱,九,窗帘的小痘痘,日黑柳雀子柱,10,坦姆索亚利显计,美马克吐温柱,11,鲁宾逊飘流济,英丹尼尔迪弗柱,12,哈利波特系列英,JK罗林柱,13,爱的教育,意大利亚米切茨柱,14,假如给我三千光明,美海伦凯乐柱,15,福尔摩斯探案集, 英科南道尔著,16,少年全球通,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17,昆虫记,法法布尔著,18,外国历史故事,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19,莎士比亚戏剧故事,英查尔斯兰姆,玛丽兰姆著,20,世界上下五千年,宁夏少年儿童出版社,高年级古诗背诵篇幕 三十首,一,春居草长英飞二月天,高顶,二,提西林毕,横开成岭策成峰,苏氏,三,初赛秦时明月汉时官,王昌林,四,扶罗楼宋新建韩宇连将夜入王昌林,五,黄鹤楼宋梦浩然之广林,故人惜此黄鹤楼礼拜,六,梁州辞黄鹤愿上白云间黄之幻,七,别懂大千里黄云白之虚高士, 乐游远,向晚亦不适,李商隐,九,风独乱品地与山间,罗隐,幽灵,梁州辞,葡萄美酒夜光碑,王汉,摇摇,清明,清明时间与纷纷,渡牧,12,江畔独不寻花,黄师塔,前江水东渡府,13,鱼哥子汐在山前白鹿悲章之河,14,风桥夜博,月落屋皮霜满天,张继,15,博传光州, 今后光州一水间,王安石,16,书湖阴先生碧,茅延长扫进屋台,王安石,标期,6月27日,望湖楼最书,黑云斑木尾这山苏氏,摇摇,夜湖上出情后雨,却光烈焰情芳好,苏氏,19,浪桃沙,九曲黄河,万里沙流雨溪,20,十二死去人之万事空,路由,21,秋夜江小处黎门银梁有感, 三万里河洞入海,路由,22,小处景色四宋林自方,毕竟西湖六月中央万里,23,春日盛日寻方四水滨珠溪,24,提林安邸,山外青山楼外楼,林生,25,乡村四月,绿便山源白满川,翁卷,26,宋元二世安西卫城高宇一清晨,王安,27, 一,莫美我家喜言是头树王免,二吧,是灰云间垂乱倒出深山雨切,29,夏日绝剧,生当作人节,李清照,三林,急害杂施,九州生气势风雷,公子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